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End 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人 我的一生 自己认为 到现在为止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发展 一辈子一五四长 一五四出 没有一样对了 2012年9月29日下午四十二十六分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被海内外亿万读者所熟知的南淮锦先生 在苏州吴江的太湖之盼逝世 享年九十五岁 对于大多数知道南淮锦这个名字的人而言 他们对南淮锦的了解 几乎全部来源于他的著作 而这些著作所讲述的内容 无一例外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在大众的眼中 南淮锦似乎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 很多人常常告诉我说 哎呀 你父亲写了好几本书 我说他写了哪几本 其实大家读书都没有注意 这些书上面都写 是南淮锦先生 素素 他是素素 就像孔老夫子素而不住 所以他并不是他写的 所以大家读他的书 会觉得非常容易接受 这其实看他的书 就如同听他演讲一样 这是谈人量 没有人量 但是我和朱林 孟大师就说武器 今天讲课最后 就是说英雄是征服天下 是征服不了自己 圣人是征服了自己 征服了学下 所以每一个英雄都和女人征服了 他不是空谈的这种理论 他是结合人生的这种 做人做事 社会人情事故等等这些谈的 就是说怎么样能知道自己 修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无事了 那你饭吃饱了 你小的问我 你说我吃饱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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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七岁八岁的婴儿 狗都讨厌的 那狗睡觉 他都跑去踢他一下 他两个腿啊 当时那个狗啊 将牙齿的时候 不咬不舒服啊 我们两张牙齿小孩子的时候 不咬东西也不舒服 发痒发酱啊 他两个腿发酱 生命在成长 等到慢慢 中年以后 大家做起来就喜欢这样了 两个腿交起来 已经不行了 到老年度就这样了 哎哟 根本没有生命 生命的死亡 从九岁下开始 尽管许多人 读过南淮锦的书 但是对于南淮锦本人的真实面貌 却仿佛隔着沙雾 隐隐绰绰 始终不真切 一向身居简出的南淮锦 在公众视野中 始终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他从来不去出席什么会 讲什么话 应酬 被吹捧 他常常说 他自己是最平凡的人 上媒体 自我宣传 打广告 他说哎呀 那都是明星吧 他一生堕民 他一生不想出名 在一次与学生的交流中 南淮锦曾对自己的人生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从十几岁起 我就想做一个普通人 只想自己在棚门露巷 交几个小小的蒙童 聊此一生 但是 我这个人运气不好 这八九十年 一百年之间 像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 生于忧患 死于忧患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自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甚至到五四 这一百多年来 因为中国受了外国的船舰炮力的影响 把中国人的自信心打垮了 到了五四这个时候 达到孔家电脑 认为束缚中国人 人心的是儒家的东西 那么认为让中国肌肉不振的原因 是这些东西 所以老师经常讲说 五四运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倒洗澡水 把孩子一起倒掉 1918年 南淮景出生在浙江温州月清县的一个小村子 父母在村子里开了一家杂货店 卖米 布和小百货 南淮景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结婚以后 我们好几年没有生孩子 结果大家说 叫他们的学生 那个老板娘 你去打 月清有个亲号码 亲号码去筹 筹筹 结果生了一个老师 在南淮景的童年记忆中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的体弱多病 他曾回忆说 我小的时候 从六岁到十二岁 什么病都生过 伤寒 麻疹 天花 我都生过 其实我一辈子都多病 一天到晚都在药中 几十年后 过的一个细节 或许可以印证南淮景的这段话 有一次我大概是 2000年 到香港的御所去拜访他 有一件事情 我是印象很深 他就打开他后面那个书柜 他说王医生你看 我书柜里面什么东西 打开全是那个一罐一罐的 中药的提炼剂 台湾叫做科学药粉 科学中药 一罐一罐 他说我经常吃这个药 甚至说他吃药比吃饭来多 上世纪二十年代 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家庭 都尽量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 但这些学校大多设在城里 路途遥远 乡下孩子想要读书 只能在城里住校 考虑到南淮井的身体情况 父亲只能先把他送到家里的私塾上学 六岁上小学了 他洗脸了 上一个小学 上一道铺回来要洗脸 结果戒不掉 结果后来大家都笑他 你读书还要这样 他自动就不洗脸了 我父亲常常在讲 我们以前的传统小学教育叫三百千千 三字经 百家信 千字文 千家诗 这些开始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也叫我读这些东西 在我没上小学之前 就让我开始背古文观纸 我还记得我背的古文观纸 第一首是唐王阁序 这文词真是太优美了 我们当年这么背啊 南昌古增 红度 幸福 身奔一增 地贼 昂罗 这样读了以后 三饭以后 不肯住了 自己就在唱了 南昌古增 要放手的时候 我们同学的 南昌古增 红度 生活 接着打一圈 接着打一圈 再笑 上面老师看见了 南昌古增 红度 生活 看不见 两个就来了 都这样高兴朗充了 这个读完了以后 几十年都读不了 直到十一岁那年 父亲才凑足一大笔钱 把南淮景转到了县城的第一小学 插班读六年级 父亲希望这个儿子多学一些知识 将来能够接他的班 做点小买卖 过上平平静静的 耕独生活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仅仅过了半年 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了南淮景的家中 在这一年的正月十六那天夜里 一伙海盗突然闯入了南淮景的家 把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 统统都拿着 年轮卸证不撇 统统东西都拿过了 这场劫难成为了南淮景童年时代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变得一贫如洗的父亲 以无力支付他读书的费用 南淮景只好辍学了 这年他十二岁 这是拍摄于2004年的一张照片 坐在南淮景旁边的这位老人 是他的结发妻子王翠凤 也是他的姨表姐 这一年南淮景八十六岁 王翠凤八十八岁 在七十多年的婚姻关系当中 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加起来还不到三年 1935年 在父母的安排下 十七岁的南淮景 和比自己大两岁的王翠凤 结婚了 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婚后不久 南淮景就从一位同乡那里 得知了一个消息 浙江省国术馆正在招生 公费还管吃管住 两年毕业后 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 这个消息带给南淮景极大的诱惑 1935年的夏天 在同乡的陪伴下 南淮景第一次离开了家乡 他从温州坐船到上海 又转乘火车 才到达了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杭州 在这里 南淮景顺利的通过考试 成为了国术馆训练员专修班的第二期学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许多省会城市都成立了国术馆 提出了强我宗族 撞我国魂 洗刷东亚病夫 振兴皇帝子孙的口号 而南淮景所在的浙江国术馆 更是人才会脆 学校里的老师来自各门各派 都是近代武术名家 他们在传授武功的同时 总是不忘给学生讲座人的道理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南淮景十分珍惜 每天早晨四点多 他就跑到西湖边练拳习剑 练两三个小时后 再回去吃早饭上课 一天 正在西湖边上练拳的时候 南淮景邂逅了一位和尚 看到他斯斯文文 戴一副眼镜 于是南淮景就把他叫做四眼和尚 也叫圣氏法师 聊了几句之后 圣氏法师就请南淮景到他庙里去坐坐 庙子离国术馆只有几步之遥 并叫贤地安 是个清静优雅的地方 一进门只见墙上挂着一张遗像 这时南淮景才知道 是上海的名人 别多月生啊 早一点的还有大名的 该申报的 四两财的家庙 后门就个秋水山庄 同的秋水山庄 就是四两财收起给他 给姨太太 姨太太名字啊 叫圣秋水 所以成为秋水山庄 而当时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了 更让南淮景吃惊的是 从此南淮景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 来秋水山庄看书席泉 有一天他桌子上一本很漂亮的金刚针 他说你还是看看吧 我翻个金刚针一看很有兴趣 不是有兴趣 特别感情 我是送给我的 大家好吧 你要你拿去 拿到这本金刚针后 南淮景开始早晚送读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整天念到我人想 我我想 我众生想 找不到我来 我整天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要不 整天念不下去 不要念了 不是不肯念 没有念头 过去 进此情景 圣氏法师为南淮景感到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南淮景在得道的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圣氏法师的指引下 南淮景还跑到杭州的城隍山 隔岭等地 寻访传说中的得道高人 几经周折之后 终于有一天 南淮景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高人 就在南淮景感到无比兴奋的时候 这位道士却拒绝教授他任何秘法 他说你另有闻师啊 我不够做你老师 那师父 不够我丰富你 两件事 你既然那么健康找我 我要恭喜你的东西 第一 看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啊 要承松 不要年重 有些眼睛要会看东西 他一般都要看花 看风筝 但那个省啊眼神 看到好的花 都盯到花在上面去 除了 像杭州风筝那么美 你就去看风筝啊 叫风筝跑到你眼睛里头来 看花 要把花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 看山水 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 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到山水上 放到花上 它也没有用处 你也没有好处 噢 这个话我一辈子记住 所以我现在眼睛也很好 诶 可这么一步还不止眼睛 它就是一个道法告诉你精神内力 啊 我每天出来起证 师父 谢谢 第二点呢 我们心脏全都那么大 装不了多少东西的 什么东西痛苦啊 烦恼啊 对呀 统统都出去 不都出去 什么不准装整来 统统都掉 你就全头无量 后福无从 到二十岁之前 南淮锦所拜的师父各门各派 加起来竟达到了八十多人 而他所学的范围 也包括了南宗 北派 长拳 短打 和十几种武器 那如果他们练了 你打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的少量才练得吗 不对 对吗 对吗 一天前刀剑过来就抢 这样过去就抢 刀就抢 不这样 你看这两只吗 经过几年的习武后 原本体弱多病的南淮锦 也变得强壮了起来 虽然看上去有些瘦弱 但再也没生过大病 第一次让他觉得他身体那么硬朗 超出意外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都九十高龄的人了嘛 应该是一副脑胎隆重的形象 幼稚的眼神 任何一个船 出去眼神看前方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是练身体 也练武功用啊 你给人家打架 你管他 刀砍过来 剑砍过来 棍打过来 乃至指大 手枪指大来 你不要开手枪也不开指大 就看他对方眼神 他要动作什么 他态度上已经有了 你看得很清楚 1937年5月 从国术馆毕业后 南淮景和盛世法师 结伴前往四川峨眉山 青城山等地 继续求先访道 仅仅两个月后 七七事变爆发 中国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南淮景的人生轨迹 也因此被改变 2005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 名为去大后方的纪录片 讲述了抗战时期 民族大迁徙的悲壮故事 很多观众并不知道 这部纪录片主题曲的歌词 就是由南淮景改编的 由南淮景与政策进建《路线》 中央电视台词 中央电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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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我这个去大后坊的主题去 美得不得了 气派之大 这个老师帮我改 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总策划 杨林邀请南淮锦出镜 讲述当年的故事 这也是南淮锦生前唯一一次 出现在电视画面中 一个母亲 我晓得我在重庆了 听说报纸上看到 一边看一边掉了眼泪 带两个孩子来逃纳 要到后方到重庆 路上母亲生病 两个孩子才到 最后母亲啊 因这样这个行头就慢了 母亲想办法 把这些提上去 快点 不要管我 这两个小孩 只好就地挖一个坑 把母亲买老婆 听母亲的话 不要管我了 他怕自己要跟你这些 偷懒 两个孩子 不能想 回忆起那段特殊的岁月 南淮锦说 那个时候的青年 都对旧国家 旧民族 非常的热忱 大家都想出来 宁愿牺牺牲性命 救这个国家 这个热忱 你们不能想象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 没有这个社会环境 我也是当年参与大后方抗战工作的一份子 所以义不容辞 也要表达几句话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南淮锦先生最早的一张照片 拍摄于1937年 这年将近20岁的南淮锦 满怀抗日暴国的热情 报考了中央军校 从照片上的纲印可以看出 这是他当年的证件照 结果那个考试规论 你也得都可以啊 但是你人才少一公分 他那时候上次为国借针 他就发笔去干了 我少有什么关系 一公分 你不给我倒背 我可以教你们 他这样脾气一发 给他排恶大骂 这个教育也 那个考试规论 这个也真好 可他两次往直往直奔奔的 看起来 这个手动出来 好像力气不足 以后他说 那好你留下来 在那段残酷的岁月里 南淮锦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们今天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 但六十年后 南淮锦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到 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 不是中国人的精神不行 也不是体能不行 是武器不及人家 人家要打 用坦克车 机关枪打 我们用大刀红鹰枪 他说 我们没有钱 没有穿的 有的冻死 有的饿死 还有的冰出来 到了大后方 夜里给狼吃了的很多 我心里头 真是眼泪在肚子里流 这些精密 是隐藏在南淮锦心底永远的痛 他从不愿提起 但又刻骨铭心 1942年 南淮锦从战场回到成都 进入中央军校 担任教官 从那时起 南淮锦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访贤问道上 他的足迹 踏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 他在成都认识李中午 因为在成都的茶馆里头 喝茶吧 经常见着他 他到李中午家 去拜访他 李中午就告诉他 说我认识一个 这个侠客 就是真有本事 但是你要跟他学的话 先得用十年修内功 然后再用十年教你武艺 李中午说 你在跟他学一切费用 我都给你负担了 他就说 哎呀 二十年 时间太长了 他没有去 1942年的暑假 南淮锦前往都江宴附近的灵岩寺 拜访这里的住持 传西法师 而这次行程 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传西法师在这个这个庙里边招呼的还有几位 钱穆先生 冯友兰先生 郭本道先生 都是大学者 当时也都是逃难 避难到那个地方 所以庙不大 但是里面的人物很多 也就在这里 南淮锦终于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一年恰逢他二十四岁的本命年 那么这个是袁先生 他们也就在灵岩寺打残期 所以南先生就是这个地方 遇见了袁先生 从此开启了他这一生里头 这种慧命啊 心智的这个启发的这个旅程 这位袁先生 就是当时四川著名的禅门居士 袁焕仙 好颜庭老人 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曾在四川军阀那里做过幕僚 四十岁以后 袁焕仙弃正学佛 一次他在成都十方堂禅院内闭关 苦餐一个话头 废寝忘食 乃至鲜血壮如疯癫 一天晚上 一阵狂风折断了大殿门栓 怦然一声有如雷震 袁焕仙终于豁然大呼 1942年的夏天 受到传习法师的邀请 袁焕仙来到灵岩寺闭关清修 在这里他遇到了南淮锦 最开始袁太老师 看中了这个男老师他的这个气象 他觉得这个是一条龙 想把他收服了 然后最开始袁太老师还跟那个 说跟男教官学这个 这个这个太极拳 是这样 所以开始他教他太极拳 之后呢 先把他骗上来 然后就开始说 然后要打禅气 就这样 那老师也好奇 也喜欢研究这些方面 然后结果那次禅气 他就误导了 在灵岩寺的这段时间 南淮锦除了打坐参禅之外 还在禅礼方面 与袁焕仙有许多精彩的讨论 非直语期间 口头讲授 直语期间 则以笔作答 其中有许多禅机警语 对南淮锦的一生影响巨大 多年后 他把这些对话整理了出来 收录到书中 取名 灵岩与谢 回忆起这段经历 南淮锦曾说 记得我从灵岩山下来后 师友接受我明白了此事 我自己也觉得对了 我自己也觉得对了 果然在此后什么都懂了 这一点是根本制 所以那么这一次他在这个跟袁先生的相遇 同时在打残期 取得了这个内在的成就 所以后来把这一种叫灵岩祈会 1942年底 袁焕仙闭关结束后 回到成都 创办了一个讲学的场所 起名 维摩经社 此后 南淮锦辞掉了中央军校的教官职务 开始跟着袁焕仙专心学习 那时他们吃住都在一起 亲密的如同父子 1943年的下时 南淮锦突然消失了 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独自一个人 悄悄地登上了峨眉山大平寺 决心闭关悦葬 这年他25岁 当时大平寺里 珍藏着一套大葬金 但是按照寺院里的规定 只有出家人才有资格闭关悦葬 于是南淮锦决定 薛发为僧 法号 是通禅 大平寺 位于峨眉山中峰顶上 是猴子和蛇出没的地方 出入寺院 只有悬崖上的两条山路 山上常年吃水困难 只靠一个蓄水池 积存雨水和冬天的雪水 而和尚们的食物 全靠两位苦行僧 从山下挑上来 每年农历十月以后 大雪封山 好几个月寸步难行 他给我们讲了很多 他的大平的这个故事 那个时候大平啊 生活太苦了 真正一个冬天 根本没有蔬菜 这段几乎与世隔绝的艰苦日子 给南淮锦留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 多年后 他常常提起在峨眉山的清几岁月 言语之中充满着无限的怀念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峨眉山顶上 冰天雪地中 夜里起来静坐 万籁聚集 飞鸟亦无 清净境界 如身犹太虚中 安心自在 梦绕峨眉绝定佛 梦绕峨眉山顶谁是我 两人华一一重重 独着情宅一颗头 经过三年的时间 南淮景终于通读了一遍大藏经 经绿论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佛教著书 总计1669部 7168卷 老师是一个受过全面的传统文化学习的人 他在继承的整个过程中 他发现了这个文化的不朽价值 这个价值不仅是对这个国家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 我常说一句话 不大好听的话 任何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不怕亡国 亡国呢 有后代起来 恢复过的 就怕文化断了 文化又亡了 这个民族国家就没有了 很重要是文化的根基 一天晚上 在和大平寺的僧人们做完一场法事活动后 面对着峨眉金顶 南淮景向普贤菩萨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所见所悟的对不对 第二这个我刚才所做的这个降伏法还是这个事实做的对不对 第三我想发愿来做这件事情 把文化断层把它连起来介绍 这个对不对 不是局限于佛法 是整个的文化 那么请你给作证 作证明 他话音刚落 整个的山谷里边就是 就像放这个 就像灯光大亮了一样 灿如白昼 当时跟老师一起的一些就是在在太平山大平山上这些师傅们也都看到了嘛 也有那个破空的声音就是虚空撕裂的那种声音出来 等于说有一个回应 1946年初 出家三年后的南淮景决定还俗下山 打算践行他在峨眉山发下的宏愿 担负起他生命历程中新的使命 这一年他28岁 下山后南淮景写了一首 明智的诗 诗中表达了自己不出家 不入空门的原因 不二门中有发僧 聪明绝顶是无能 此身不上如来坐 收拾河山 亦要人 此时南淮景不会料到 一只无形的大手 正在把他推向新的变故之中 这场变故 不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也将彻底改变 南淮景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